這會比較降低啊 第一波完整的時間要留給鋼鐵人 那也來觀察一下今天勇士一開始的防守 是不是還會佔區域呢 這個角色就陳又瑋送給了分身 一場十四投五中 總共只得十一分 前面一段呢 連續五場比賽得分在雙位數 所以今天他希望能夠加把勁 陳又瑋這邊感覺對方有點放他頭 外線喔 守得比較沉退喔 正如的籃板 陳又瑋 好球 這一次弄機器再找到Kiss Hansen 單捷拿下七分 所以這場就是說 十五比七 鋼鐵人開局的確打得很好 陳又瑋來一個超捷 鋼鐵人是聯盟當中超捷排名第一輪 再將給後面脫車的翻身 迫降在勇士禁區 他那是之前前一場的外線 蠻穩定的發揮 那這場就逃不進 哇 陳又瑋在中 TOP SHOT 對 勇士對此放上了小夫 曾祥君上場 陳又瑋 好球 這個轉身的 滔頭也有 哇 他發現曾祥君補位 滿火的 第一年的球都可以做到這樣算是不錯 而且場均助攻數已經超過20了 聯盟排名第二位 林志傑被兩個人Double Team 發生了失誤 陳又瑋的超捷 而且一場比賽也有1.9個 所以 除了助攻之外 也別忘了他的 哇 最近外線是高鐵意識 王柏智 提防說 又委屈直接去過賽車 小夫啊 還是過去了 好球 第一角 又是完全的wide open 藍少福再進一進 對 會的話 那以他的體重這樣 用簡單的方式磨進去的話 變成在講是吃虧的 嗯 哇 有分數上的優勢也許還能夠接受 這個正面打板球 Benson跑得回來 對 浪田在星期五半場得到59分 陳又瑋這個球直接 拋給籃框了 最後一波的防守 剩下4秒鐘 全場觀眾在倒數 Benson拿到之後 轉身的插板球 踏進去了 哇 希望他下半場可以持續下去 防守端他也負責頂對方的洋將 也不容易 好 下半場第一波 呂正如 在角落遭到包夾 再回給Bronce 三井群陳又瑋 竟然開一個空門啊 剩下三個失誤 鋼鐵人 還沒有任何失誤 陳又瑋 面對林書瑋 轉身的跳投吃掉了書瑋 難得宥瑋這麼有信心的到 然後 蔡舌夫 的底腳肩尾如短了 對 但是這個球的節奏可以稍微 不用那麼快 喔 陳又瑋 大家都在注意外圍的射手 結果他上籃得分 超棒 對 他好像有機會去搶 就如果變成一個籃板 對 陳又瑋 再把球傳進來 但是 還有 喔 Bronce拿到 一個華麗的轉身之後 再一個地板球 送到外圍 趕快出手了 對 來向翻了 這可惜了 真的是可惜了 對 好球 好 陳又瑋拿到 前場再交給 南模 差滿有 對 這個快攻就是 對 球隊就是 對